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Leica的Summicon 52 鋼圈 其實它有五款 由第一款開始 這一款就是第一代 第一代和其他不同的地方 其實這支可以縮起來 第一支可以縮起來 就可以減少它的體積 當你收藏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這支的特質 拍出來的特質就是 東西都早期比較軟 有少許螺旋的散景 拍的時候也比較有趣 就算把主題放在邊緣位置 其實也不會說主題會散掉 相對來說 這麼早期的鏡頭來說 算是很不錯的了 OK 第二代 第二代呢 因為第一代可以縮起來 第二代呢 它是梗的 有一個花名叫做 Widget 因為它是梗的 不可以伸縮 Widget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也算是標準鏡頭之中 最優雅 最性感的一支 特質也是比較早期 是軟一點的 過度是順滑一點的 這支絕大多數和剛剛那支都一樣 都是銀色 早期的都是銀色 有很少部分呢 是黑色的 但價錢就貴很多 也都很罕有 同期呢 其實出了一支呢 外觀幾乎是一樣的 這支呢 就叫做Dior Range 或者叫做DR 它有兩個Range 分兩段 一段呢 就是由0.9米 去到近距少少的 去到0.5米 前一點點 另外一段呢 它就要脫掉這個眼鏡 抽出來 就是由1米 去到無限遠的 這個是它的特質 它可以對焦 去對得比較近一點的 不過分了兩段 如果是要對近的範圍的時候 就要戴這個眼鏡 但是有一點點限制的 這支呢 因為它的後組 在後面 你會看到 是突出的位置 是比較多一點的 那會卡 會卡到一個籠子的 譬如說 數碼機 基本上 每一部都是 暫時會卡到 除了一部 Leica的SL 是不會頂住的 那非臨機絕大部分 是沒有問題的 除了後期detail版 那些呢 有機會會卡到 OK 那接著呢 就到第三代了 第三代呢 它呢 它呢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外觀方面呢 特別的地方 是這裡 比較厚一點的 腳位比較厚一點 我們又叫了 我的花名叫做 高腳 因為這個位比較厚一點 拍出來的畫質 相對之前的兩款 它是 顏色鮮艷了一點點 色彩是比較濃郁一點的 然後呢 那一支呢 就是 第四代了 第四代呢 這支 這裡就沒有這個 好像 適合 這樣 這裡呢 就薄一點的 那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 對焦這裡 多了指甲 就是 手指位的 那對於你對焦 比較方便一點 那 譬如說 去 無限遠的時候 就大約 在這個 角位這裡 大約是四點鐘 位置 那如果說 垂直向 地下呢 就大約是 1.5米 接著 最近對焦的時候 0.7米 大約是 7點鐘 位置 那這個 Fingertip 就變成了 可以對焦的時候 相對講快一點 那 色彩 和畫面方面呢 都是 跟之前三代 有些接近的 顏色是 鮮了一點點 細緻度 都接近 其實這支呢 它有很少產量的 是有一個銀色版的 銀色版呢 它是用黃銅打造的 相對來說 鏡身是重一點 也都是靚一點 銀色 那 那第五代 其實光學設計呢 跟第四代是一樣的 不過外觀改變了 那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 增加了一個 抽拉的 遮光罩 在用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就是第五代了 那 顏色方面呢 相對 先驗過之前那些 細緻度 也是再細緻了 對於影風景 方面 是發揮得比較好 現在很概括的 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幾款鏡頭 它們的影像的特色 現在由第一代的五十二開始講 那這個第一代的五十二呢 其實是一九五三年 直到一九六零年的出產 那大約是生產了七年的 那你看一下呢 它的影像呢 其實都屬於比較早期一點 那後面那個散景呢 是有少少好旋轉的 並不厲害 是少少 那主題也都很突出 顏色啊 各方面呢 都不錯的 那這個也是呢 那雖然呢 那個主題呢 是放在比較邊緣的位置 但是 大家看到呢 其實都不會說 很化的 那個主題都是 其實都是 清晰的 不會是因為這樣 放在邊緣位置呢 是變得很散的 那這個 那個略為近一點的特寫 那 那再說回呢 其實這一些照片呢 都是 是 Sony A7影的 那 相對來說 其實已經是 叫做有少少少 舒適的了 但是看出來的效果 也是 相當不錯 就算是 譬如說 頭髮方面 那些細緻 都一樣 是看到的 面容的立體感 啊 眼眉毛的細節 這個都 表露得很好的 那其實呢 都看到呢 後面那個 散徑呢 是有少少 旋轉的 還有輪撞 這個就是黑白 OK 那跟著下去呢 就看 第二代 這個 之前那一代呢 第一代呢 其實就可以縮賣的 這一代呢 那就因為沒有縮賣 所以 叫做Widget 其實這一款呢 是由1956年 去到1968年 生產的 那 是大致出產了12年的 那 其中包括 這個Widget 還有DR DR DR就是 Duel Range 可以有兩段 兩段焦距的 這個可以對得近一點的 那這個也是 用了A7 加上 Duel Range 它那個 比較可以 近攝的功能 那 那拍到 對花呢 可以很近 還有 因為很近的 影像 那個主題 所以呢 那個 散景方面 是 相當誇張的 那 這個呢 也是用Sony拍的 那 就是用Widget 那 是一個 西餐廳 那 當時的環境 也很暗的 但是呢 那個細節 也不會因為這樣 是 給不到的 你看一下 這個 就算紙巾上 很 微細的凹凸 壓紋 也是 清晰可見 還有 餐具 刀那些 那個金屬感 是看得很清晰 那 至於 拍攝人物方面 這個 就用了 FCL相機 配搭 Widget 去拍攝的 那 膚色 自然 例如 化妝 那些 都是很鮮 的 就算這個 沙 那個細節 都是 比得很清楚 這個也是 其實 當時 是沒有打 任何燈的 就算連 化光板都沒有 純粹是用當時 現場環境的 燈 去拍攝的 只不過是 超過了少少 但是 其實 那些衣服 那些細緻 那個 紋理 質感 一樣 很清晰 頭髮 細緻度 也很好 這個就是戶外 用M9拍攝的 看到一些 脆綠的 顏色 都很漂亮 皮膚的 膚色 還有指甲油 那個藍色 OK 接著 再下 就是第三代 第三代 因為邊位 比較厚 所以 叫做 高腳 一個很暗淡的 巷裡面 其實 細緻位置 一樣可以看到 光暗的位置 光暗 很清晰 譬如說 圓筒位 這些 反光位 完全是看得很清晰 這個 殘舊的 槍 雖然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 槍上面 那些油漆的綠色 是 跟現場的感覺 是一樣的 這個表現得很好 還有 槍上面那個 畫了的圖案 也是很清晰 這個就是用了 拉卡240 加上 第三代的高腳 看到 旗袍的黃色 是剛剛好的 先用得來 不會 over 而後面的 半徑 就是 這個 綠色 但是不會太過搶 是一樣的 跟那個 主題 是有一個層次感 就算這些暗位 這些門位 都是 這個也是 雖然外面是比較光 裡面比較暗 但是 都不會因為這樣 外面就over 裡面就under 這個 都可以拿捏得很好 同樣也是 外面光 裡面暗 OK 那 跟著 就說 這個 第四 第五代 其實第四 第五代 他們的光學設購 是一樣的 那我就不 刻意說 兩款 只不過外觀方面 有所改變 其實你可以看到 不斷的 月後期的鏡頭 它的鮮艷度 和細緻度 是有不斷的增加 在銳利度 也是 所以這個 較後期的 用來拍照風景 它的效果 會不錯 好像 日本的櫻花 也是櫻花 也是櫻花 雖然向著天去拍照 但是沒有因為這樣而背光 這些都是大風景 當時收了 5.6 即是8 不是太記得 那個光圈 這是下腳架 用萬塊門 拍照水 的效果 這個 降闊的草原 看到的草 是很翠綠的 分到不同的層次 鮮艷度 也有增加 這個日落黃昏 海邊 也看到水面 那個 小小的起伏 那些細緻的位置 完全是很清晰的 看到立體感也很強 那 大致上 那就是 這個 五款的鏡頭 它們出來的效果 大致上 這五支鏡頭 我們講過了 那其實呢 有很多細緻的東西 要慢慢研究的 那如果你有時間 可以上來 一起和我看一下照片 研究一下 試一下鏡頭 那我們有機 有鏡頭 你兩手摸摸上來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在尖沙咀 有兩間店 一間在 尼威商業大廈 一間在香檳大廈 歡迎你們 來參觀我們的showroom 再見 你們 另外 有些財政 有些財政 看起來 有些財政 有些財政 不 有些財政 普 有些財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